各位大家好,我是Mr.Soul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的频道 首先,很感谢大家经常在我的影片留言 因为你们的留言是非常之重要的 第一就是给了一些好好的鼓励 第二就是给了很多新的资料给我 以至我可以继续开拓一下不同的题材、内容等等 所以都在这里很充心地感谢大家 今天也想跟大家讲一下《全民造星》第五集和第六集 因为我很期待今集的Ian出场 而Ian绝对没有令我失望 我看第五集的时候,看得非常享受 有些朋友经常跟我说 Soul Sir,辛苦你了,忙底下还要抽时间去看《全民造星》 但我想说的是,我是绝对享受地去看的 而我今集开心的就是不单见到陈畅言、Ian 亦见到Tiger又傲言 而同一时间我都留意到细猫 因为我自己是完全不懂得细猫这个艺人 但亦都是因为这集第六集,我认识了细猫这个艺人 你未必是站在很当眼的位置 但当你有实力的时候,一定会有人留意你 先讲回陈畅言 首先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 一开始的时候有些baby face 和有少少的baby fat 而样子都是非常清洁的 亦都是很可爱的 而我很欣赏的就是他的心态 一开始的时候,首先他是读大学 当时是读最后一年 他很清楚自己 都是很想继续向这个演艺方向发展 于是他就去参加《全民造星》这个比赛 首先是知道自己的意向、志向 然后就向着那条路去走 我是很欣赏的 第二就是,他已经有了一个心态 就是说不怕被人说明星蒙 因为很多时候你做一些事情 可能在过程里面 都很多人会去批评 或者去打击你的 但我刚刚看了一句说话 就是说成功的人 是敢于做一些 别人不敢去尝试的事 而我觉得陈畅言就是这样 他就是不怕被人去评击 不怕被人说发明星蒙 因为他自己真是知道自己想做些什么 所以这个心态我都觉得很好 第三就是他说 不怕受人批评 因为他觉得身为一个演艺工作者 站出来就是要被人批评 综合着这三点 我觉得在心理元素之中 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装备 给他将来的演艺发展 说回他那个表演 我自己很喜欢他那个《自弹自唱》 首先我觉得他那首的吉他弹得很好 他不只是弹歌去唱 不是像我那样 他里面是有一些独奏 还有整个吉他的技术都很好 所以我觉得他虽然用一支吉他 好像很单薄 不够其他的乐器 或者MMO的时候 很多不同的乐器那么丰富 但是他拿着一支吉他 他清唱这首《Fry me to the moon》 已经是非常出色的一个演艺 第二就是他不单是唱得好 他有很强的节奏感 你听他唱这首歌的时候 他是很能够有一个自由度去演艺这首歌 按他自己的那种节奏去处理 第三就是他唱歌的时候 都是非常稳定的 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他能够吸收到监制和评判的意见 从而去改善 他在彩排的时候唱同一首歌 但是面部表情基本上是没有表情的 甚至好像有点生气了整个圈人 可能他是害怕或者很紧张 但花姐就给了一个意见 就是说你唱的这首歌真的要想一想个面部表情 而他这次的表现是完全改变到那个面部表情的 以至到那些评判 见到他的面部表情 是很享受的时候 是面露微笑的时候 亦都是加添了一些分数的 那就是说 陈卓妍是能够在很短时间之内 去糾正自己的一些不足之处 整个人演出 我都觉得是第五集里面最 outstanding的那个 那去到第二个参赛者 就是第六集的邱傲然Tiger 一开始的时候我都不认得他 因为很坦白 我都是去年才认识姜濤、MIRROR等人 而MIRROR12个之中 我都是一两个月才能够背得了12个人的名字 我才能够认得到他们的名字 尤其是好几个其实都是 我几乱的 我自己年纪大几乎坏 但是这次Tiger给我的感觉 第一我觉得他很勇敢 在这个表演之中 就是要选偶长 而你是以这个拉丁舞去演绎 你可能想象不到拉丁舞和这个偶像组合 那种的关系是什么 可能一开始不是那么联想到 但不要理他就很勇敢地去选了这个表演方式 亦都是他的强项 而亦都是发挥得非常之好 他是很有自信心地去跳 第二整个舞除了跳得到之外 是充满着能量的 给我整个感觉就是什么呢 Tiger在今次的演出里面 不像是一个比赛 他当这个比赛是他的舞台 他基本上是在这里展示自己 所以那种的能量 是不单止是给到评判 而是我隔着那个屏幕 我基本上都感受到他那种的自信心 那种的热力 所以他是很聪明地 很勇敢地 选了这个表演方式 而亦都做好 做尽这个表演方式 所以我觉得他是 做得很好 都觉得是无可挑剔的 最后始终他是18岁 如果是评判的话 我都觉得他 仍然有很长的时间和空间 去继续发展不同的技能 因为说真的 虽然说唱歌是很难练得好 即是你五音不全就五音不全 很难令你唱得很好 但是都是后天可以去培养的 即是你给Eric Kong 去执他一两年 不会搞不好的 跳舞亦如是 而做戏亦如是 即是说如果你是够年轻的话 你是多一点空间 去做一些训练的 所以我觉得Tiger 是有一个先天性的优势 除了他两个之外 今集我都留意到一个 艺人叫做应志悦 即是小猫 我完全不认识他的 但是在今次的表演里面 我都觉得他的演出是好的 他自弹自唱 是唱得好的 弹舞叫做非常好 但是都是中上 所以他是拿到我的视线 未必是走到最后 未必能够成军 是MIRROR之一 但是这个演出平台 只要你演出得好 其实就有人留意到 而去到最后 我都很想说一声 很欣赏花姐 因为见到其中一个学员 在五音笔传底下 他愿意 extra的给一些时间 在课后去做一个留堂 自己去跟他补课 我觉得花姐 是做多过自己应该要做的事 而这个 extra的付出 令我觉得 他不是视这个表演 为一个工作 他视这个表演 是自己所喜爱的一些东西 他很想扶持这个年轻人 很想帮他去克服某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一点是令我都挺感动的 今天的分享都到这里 希望你喜欢 可以给我个like comment 甚至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 我是Mr.Sou 希望下次能够再见到你 好 再见